主席,各位大家午安,是不是请我们王主委 请王主委 林委员好 主委,大家今天非常关心你的去留 但是我要讲,王如玄不配我们送你花 而且,这五年来 王如玄在老委会的历史定位 如果马英九叫无能 那么王如玄所执政之下的老委会 叫做血汗老委会 我为什么这么讲呢 我把你任其将走了一圈 我请你来回顾一下 第一个,当2009年金融海啸来的时候 所有的经济这么不景气的状况里面 政府银行,编列特别预算让他们去贷款 公交,编列特别基金让他们去贷款 光是劳工的纾困贷款 你没有争取任何编列特别的预算 而是直接修法 竟然还修法 把劳工的老年给付 可以直接修法,未来借的钱 输困基金直接从这个钱以后直接扣除 这个是拿劳工自己的钱 然后拿来自己花 预知自己的老年给付 你有什么权利可以叫做劳工的守护者 第一个,跟我们报告老保纾困贷款是长期一直都有在办理 第二个,我要讲说你修法 你修法直接从老年给付给扣款 这是这么恶指的一件事情 那是因为一直在跟他诉讼 我们避免诉讼 你便宜行事 便宜行事 你让劳工在今天没得选择走投无路的时候 为什么每个人都特别预算的时候 你就是直接修法直接扣掉老年给付 我今天不谈这个 第二个,当无薪假的政策执行的时候 欧洲是以公时分享 也没有所谓的无薪假 人家还强调公时分享 结果你们对无薪假 你们近声不语 当你讲22K 今天大家众生谴责22K的时候 你说有,就不错了 年轻人还要求什么 我今天讲的都不夸张 而且都是事实 我今天还要再来讲 今天不只是这样子 绝对不可能用他的语气再讲话 不是这样的人 当劳工的处境这么困顿的时候 大量的派遣劳工在这几年里面 上升到上百万 不包括清洁业 不包括 主席是不是请主委 我还没请他讲话 不包括清洁业 不包括保全 光是派遣业 主计处的统计 已经上百万的时候 卸身未明 劳动检查起来 劳动条件这么差 劳动条件这么差 结果政府用最多的派遣 而且 劳委会就政府里面用第一多 如果说派遣是一个被剥削的行业 那么 带头用不打紧 劳委会 光是资讯局里面 资讯局里面一眼望去 八成是派遣劳工 明天的失业者 在帮今天的失业者找工作 这是王如玄主政之下的劳委会 我可回答吗 我 我没有 我今天要跟你讲 我都是你任内的作为 你真的误会了 我没有一件事情是乱讲的 我要再讲 委员你真的误会了 我们在讲劳退 我们今天讲熔电华龙案 熔电的这个歇业 华龙的官场 你说你没有办法 没有错 你就是没有办法 委员你就是不处理 你说你不是仙女 我今天要讲 当你没办法的时候 劳工团体提出一个 要求 要求劳基法二十八条 把基建工资的电厂 扩大范围到资遣费 而且要扩大到退休金 所谓的电厂费率 从万分之十 法律再放宽到万分之十五 结果你们连谈都不谈 第一个 第二个 正本清源 现在血汗钱没了 棺材本没有了 薪水要不到 资遣费要不到的时候 我要请教你 今天的劳退救治没提波 你任内 对于劳退救治 退休金没有提波 还有数百万的劳工 提波率 只有一层的状况里面 你做了什么 委员啊 误会了 你什么都没做 我这件事情 有误会你吗 有 来我一个一个跟你回答 你做了什么 我一个跟你回答 我一个一个跟你回答 我今天要讲说 委员啊 主委 我可以回答吗 主委 你今天很在乎你的历史定位 我可以回答吗 但我们今天都是工运团体 讲了再讲 说了再说 历史走来 今天你即便 你想要 再为自己捍卫你的清白 我认为你都不够资格 我可以回答吗 就以人权律师起家 公民钓鱼 今天一个主委来做 为了本能不脱钩 看起来是多么的捍卫人权啊 可是你任内 你任内 光是我跟你共同审议过的 职灾劳工保护法 职 当劳工在职职职业场所工作场所受到职灾了 光是职灾鉴定委员会 我们要求要有劳工代表你在场你都反对 职灾鉴定委员会 要有劳工代表你都反对 这是事实我就在那里 我可以解释吗 我可以解释吗 你当时都解释过 我已经清楚 第一个 第二个 外劳本劳这件事情更是荒谬 除了说你讲了一个说 外劳本劳脱钩的话 你辞职以外 你什么都没做 当我们的外籍渔工 在劳动检查都没有 而且劳动条件这么差的状况里面 立委开了记者会 要求你们去做劳动检查 所有全台湾的渔会 渔民通通都知道 劳委会来劳动检查 说这林秀昏林淑芬叫来的 跟委员报告 林淑芬叫我们来检查 连自己去做劳动检查 自己去承担这个行政检查的 你都没有 你的员工 都是对全台湾的渔民说 林淑芬开记者会要求的 曾奥佛委员在那里 他就曾经跟我说 有人都说是立教的 劳委会自己自私立场 荒废武功 行政不作为 不打紧还要把责任推卸给立法委员 除此之外 我们同仁不会做这个事情 我们的外籍劳工 我们在讲家事服务法 家事服务法 这些外籍康护工的工作人权 劳动人权什么都没有 你就是宁愿割置 做了一半 做了一半 你做了一半 我们完全没有割置 我要讲派遣劳工这么严重 我们完全没有割置 你对派遣劳工定过什么法令 立过什么规定 有过什么样的 有 法治化的保护 有 除了加强劳动检查之外 不是 跟委员报告 你的法律在哪里 你每一件我都会跟你回答 你的法案在哪里 你每一件我都会跟你回答 你今天我要告诉你 王如玄五年 以人权律师文明起家 他不是一个人权的主委 他是一个劳工 剥削压榨劳工血汗著名的劳委会 而且庆祝难输 好 我今天再讲 今天的GDP 在保一 为保一而战 今天 各大 财团 各大企业 他们在获利率在下降的同时 他们的救治没有提拨 很多人 低报劳保 就是靠着这样一个成本节俭 在保住资方 擁有世界竞争力 这是建立在剥削 劳工的血汗的基础上 我今天要讲 老委会 不管王如玄 明天是流是走 今天的历史定位仍旧是 血汗老委会 而且是一个 伤害人群的 这个王如玄 我可以解释吗 你 你可以再继续解释 但我的咨询结束了 谢谢 对那因为 委员没有给我解释的机会 其实刚刚委员所说的都不是事实 好 好 好 有料